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说货币政策可以说是现在 全球央行的政策主流 除了少数地区像我们国家 或者像日本 日本本身有本身的困境 长期的消费投资力不足 使得日本的央行不敢升息 我们国家是因为我们的周期循环 跟人家不一样 所以现在也不急着升息 但是西方国家 欧美国家 那就不一样了 但是升息可能带给大家另外一个烦恼 所以万民哥今天把题目定为 死君之忧 死君是什么意思呢 死君就是治理老百姓的官员 或者统治国家的领导者 都叫做死君之忧 这个图的右边有一个拜登 其实大家如果注意看的话 拜登经常愁眉不难 为什么呢 现在的经济面临到一个熊市 这个市场大幅的修正 号称为Days Jump 死亡之跳 这个死亡之跳 如果跳得太急太凶的话 那真的会出现大范围 大面积不可逆转的经济衰退 我们看这张图 昨天美股出现了近两个月以来 最大的反弹 一片绿油油的 这个美国股市跟中国股市不太一样 中国人认为红是好事情 所以股市大涨的时候都用红来表现 美国人刚好相反 美国股票涨的时候用绿字 股票跌的时候用红字 大家可以看出来 美国股市出现了昨天 两个月来最大的反弹 除了脸书Meta之外 所有的高科技股或者大型股 都出现了大涨 特斯拉甚至于一度上涨12% 把今年6月底出现的跌幅 通通给补回来的 美国股市就是这样子大跌大涨 这个包括中概股 昨天在美国股市的表现 都非常的热络 那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是礼拜六礼拜天 拜登出事情 出了什么事情 外面哥替大家找了一张图 这张图的背景 是拜登在2017年的时候 在他的选区德拉瓦州 有一个度假胜地 叫做里和博斯的地方 买了一个别墅 所以上个礼拜六礼拜天 他就带着家人 到德拉瓦州去度假 度假的时候还闹出一个新闻 大家都知道 这个礼拜六的时候 他的太太陪着拜登 在这个度假别墅区附近 骑脚踏车 外面哥觉得很奇怪 这什么活动不好做 要偏偏要骑脚踏车 一个78岁 79岁的人 最近身体又不太怎么灵光 那不是跟自己开玩笑吗 但果然骑脚踏车的过程中 他看到了这个新闻媒体很高兴 想下车讲几句话 结果一不小心就摔了一跤 这张照片就是他摔跤前的那一刹那 明显的他本来是要想下脚落车 结果没有站稳 呱啦就倒下来了 那摔了以后 当然好像没什么大碍 但不重要 重要的是第二天早上 他见了一个人叫做拉里桑莫斯 拉里桑莫斯在美国金融圈还有经济圈里面 算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 这个见完他以后 拜登又举行的媒体吹风会 公开出来 讲他跟桑莫斯见面的情形 他怎么讲呢 I was talking to Larry Samos this morning 这个早上就礼拜天早上了 我跟拉里桑莫斯 聊了一下子 会晤了一下 做一个交谈意见的交换 什么意见的交换呢 就是对美国经济形势预判的 这个意见交换 And there is nothing inevitable about the recession 就是对于所谓的recession 就是经济衰退了 不会出现的 Nothing 这个不会有任何事情 Inevitable 就是要避免经济衰退 不成问题的 是nothing的事情 真的是这个样子吗 为什么要找拉里桑莫斯 来就经济形势的预判 进行意见交换 万民哥替大家找了一张图 这是美国的媒体 所做的一个推特上平台的一个分析 就是今年以来在推特上面 这个讨论经济衰退的频率跟出现的次数 大家可以发现有几个节点 就4月份联准会开始升息的时候 就开始增加了 到了5月份的时候 英国这个PMI 这个采购经济的指数 出现了大湖的下滑以后 又开始进一步的增加了 到了6月联准会 一次加码0.75个百分点 这个升息的脚步扩大以后 大家可以发觉 在美国最大的社交平台上 讨论或者提及经济衰退的次数跟频率 比1月份的时候明显的高了很多 高达多少呢 增加了115% 表示大多数的美国人 现在都开始担心经济衰退的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通货膨胀出现了 这个而且不断地飙涨 飙涨到老百姓没办法忍受 所以联准会就出众手 对抗通货膨胀 出众手对抗通货膨胀的方法 当然就是扩大加息升息的幅度 这大家都知道了 而且进一步缩减购买 美国抵押债券 或者美国财政部国债的额度 明显的就是要缩减 对市场流动性的这种挹注 当然就会影响到投资消费 更重要的是会影响到华尔街金融市场 各种商品的价格跟变化 这个时候投资人一定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大家都知道 美国有巨大的好几万亿美元的退休基金 这些退休基金基本上 百分之六七十的资产 都是压在股票上 这个退休基金在股票上的投资一旦缩水 那么它固定发给 这个退休人员或者民众的资金就会少了 钱少了以后又会影响到大家的消费 那就会出现了这种循环性 或者结构性的这种经济衰退 那为什么要找拉里桑莫斯呢 顺便跟大家介绍一下子 我们看这张图 因为拉里桑莫斯最近不断地在强调 美国的经济衰退已经是不可避免了 其实去年9月 美国的CPI消费者物价指数 来到了2.5%的时候 拉里桑莫斯就提出了警告 说美国的通货膨胀不是暂时的 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会打击到美国的经济表现 所以那个时候呢 他一直建议联准会赶快升息 必须要快速地采取必要的行动 抑制通货膨胀 否则一发不可收拾 当时这个主流经济学界跟联准会都认为 当通货膨胀是一时的 不会太久的 这个暂时现象不必太惊慌 那结果呢 这个拉里桑莫斯的预测讲对了 多数的经济学家跟联准会的预判 都出现了错误 那拉里桑莫斯是什么样的人呢 第一个他可能是美国现在 头脑最好的经济学家 28岁拿到了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以后 当年就被哈佛大学经济系 任命为经济系的教授 第一个哈佛大学很少聘任 自己学校毕业的学生当教授 担心尽心烦死嘛 美国大学有这个好处 就是你要当教授 你到别的学校去当教授 因为你在哈佛拿了博士 在哈佛当教授的话 那么缺乏跟其他学术圈的互动 形成了所谓的内卷 或者近亲繁殖不是一个好现象 这个说法是对的 但是他太优秀了 优秀到哈佛大学舍不得放开 那怎么办 就让他留校当教授 那39岁的时候 又获聘成为哈佛大学 有史以来最年轻的终身教授 那这个成就更不一样 而且他是官学两期 除了在大学教书以外 还在美国政府里头 担任重要的工作 这张图里面所显示的是 1999年时代杂志的一个封面 当时时代杂志 把美国政府中三个最重要的财经官员 格林斯班 罗伯特·鲁宾 还有拉里·桑莫斯 拿出来 当作是当年度的经济学界的典范 用什么样的词汇来称赞他 Save the world 拯救了世界 你就晓得 第一个 柯林顿时代的经济非常好 鲁宾跟桑莫斯都担任过 柯林顿时代的财政部长 到了欧巴马当总统的时候 拉里·桑莫斯又担任白宫的经济顾问 中间离开柯林顿政府以后 他还担任了五年的哈佛大学校长 据说他的筹款能力是历届哈佛大学校长中 表现最好的 美国大学的校长 其实有没有学问不重要 但他很有学问 最重要的是能够替学校 募得多少的捐款 学校有钱了以后 才能够聘请更好的师资 然后充实更好的设备 培养更好的学生 拉里·桑莫斯长期有个观念 就是美国的经济如果同时出现 通货膨胀率高过4% 然后失业率低于4%的情况下 一定就会出现经济衰退 他自己带领的团队对美国的通货膨胀 还有美国失业率所做的调查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通货膨胀率跟失业率 一旦交叠在一起的时候 那么都会出现或者必然性的这种衰退 所以他不断地跟美国政府提出警告 美国必须忍受一波必要的经济衰退 而且这个经济衰退必须用 5%以上的失业率做基本的代价 就是经济衰退一定会造成失业率的提升 现在美国的失业率平均是3.6% 至少要衰退到失业率达到5% 5%以上的情况之下 才能够疏解现在经济过热 或不正常的种种现象 但是他这个话很多人就难以接受 最不能接受的人就是谁 就是美国总统拜登 你一天到晚唱衰我的经济 唱衰美国的金融市场 这个结果一定会造成老百姓对我的不满 现在这个通货膨胀已经够严重了 如果再加上经济衰退的话 这个日子怎么过呢 所以要找他来好好聊聊 外民哥认为拜登第一个想听听看 他怎么解释 第二个是希望他声量放小一点 很多市场的情绪其实都跟有高人 在背后这个鼓动 或者不断地发表意见 这个间接刺激所造成的 所以希望他少讲一点 但是拉里桑莫斯讲的话 现在慢慢慢慢地得到了 多数美国经济圈跟投资圈的肯定 第一个拜登已经为大家带来了大通胀时代 我们看这张图是美国的通货膨胀率 这个红框框所显示的 就是拜登当总统以后 美国通货膨胀率的走势 在特朗普当总统的时候 这个通货膨胀率甚至于接近0 最高的时候也不过就1%点多 基本上还处于一个良性的通货膨胀状态 但拜登上台以后就不一样了 除了新冠疫情后的这个复数 所造成的这个 报复性的消费刺激之外 还有这个复工 复产等等的 都助长了美国的通货膨胀率 那更严重的是拜登上台以后 第一年就推出了1.9万亿美元的 纾困措施 这个这两天有个新闻 就是美国财政部长耶伦 曾经讲 这个拜登推出1.9万亿元的这个 刺激跟复苏方案的时候 他曾经建议他能够砍掉三分之一 因为你这个投注的钱太多了 可能会产生副作用 就是通货膨胀 但是这个拜登那个时候刚上台 一方面他自己雄心勃勃 希望有一些建树 那结果适得其反 出现了大幅的通货膨胀 所以现在美国老百姓六成以上 都把通货膨胀造成的原因 归咎是拜登的因素 那更严重的是2月份以后 俄乌之间的冲突激烈化以后 进一步推升或者拉高了这个通货膨胀 所以美国的这个通货膨胀 比去年9月拉里桑莫斯所做出的预测 其实更为艰难 这个拉里桑莫斯还就美国的通货膨胀 提出了他自己的观点 他认为2022年 美国现在所面临的大通膨 跟1981年那个时代所面临的大通膨 有很大的这种差异 这个差异可以从哪边看出来 可以从房地产的变化看出来 这个图的左边是美国房屋的建筑成本 从2000年以后的这个变化 除了2006年与8年出现过这个一度的修正 短暂的修正之外 其实美国的这个建筑成本都一路的上涮 特别是2020年下半年以后 这个新冠病毒疫情开始过后 然后展开复苏以后 美国的这个房屋建筑成本就不断地堆高 这个时候呢 这个通货膨胀 物价上涨的苗头已经开始出现了 这个建筑成本增加 那当然包括物料成本 也包括人工成本 那么很快地就会增加了美国老百姓的负担 而且会产生什么效应呢 外溢效果 从建筑业漫步到其他的行业 那除了建筑成本不断地推升之外 租金成本也不断地这个推升 右边图所显示的 就是美国全国租金中值的这种表现 大家可以发觉2022年以后 这个延续到2021年的涨势 似乎一发不可收拾 万民哥看了一下子 美国其实今年以来 这个房屋的销售不断地在萎缩 但是金额却不断地在上涨 到今年6月份最新的这个数据出来 美国2022年6月份平均房屋的售价 又比去年增加了15% 为什么呢 需求减少了 那供给更少 供给为什么少呢 因为建筑成本增加了 这个买不起房的人越来越多了 但是房屋的价格没有办法 随着供需状况进行调整 这有成本上的这些因素 这就是拉里桑莫苏斯 他对于美国通货膨胀预判的 这种基本根据 最主要还是美国的货币政策 跟财政政策没有达到宏观调控所要求的目标 万民哥跟大家看的这个《管子国序篇》里面 有一段记载 这个记载主要是描述一个国家建立货币政策 它的目标是做什么的 它的目标其实要满足老百姓生活所需 要促进经济成长 《国序篇》里面它是这么说的 均筑钱力士 民宿之通思也 这个发行货币 建立货币制度跟金融制度 是为了满足老百姓 生活所必须的各种服务 你要有这个交易的媒介 所以必须有货币 而且这个货币的发行量 有一定的标准跟要求 人有若干百千之素宜 就是根据你的人口 每一个人平均所必须的 基本货币数量来进行发行 然而人事不及 用不足则何也 但是尽管你在货币发行的过程中 考虑到人口的因素 经济发展的需要 但是还是出现了 货币不够用 或者没办法满足老百姓 生活所必须的各种服务 这是什么原因 那一定有地方失控了 利有所并藏眼 那就是货币发行的红利 被一部分人给隐藏了起来 那就是货币发行的红利 被一部分人给失藏起来了 然则人均非能散机具 均限不足 如果做一个国家的统治者 在货币发行调控的过程中 不能够解决这些流动性 集中在少数人的这种情况之下 能够达到均贫的目的 要不的话分併财力 而调明事也 那么你就没办法 这个让自己货币发行的好处 能够平均的 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受贿 则均虽强本去根 而自为助弊而无矣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即使透过各种政策 去奖励这个生产 能够满足老百姓的 这种需求的话 对不对 仍然没办法 达到货币发行的这个目的 这个道理其实就像 现在美国政府经常在讲 希望美国制造业回流 希望振兴美国的制造业 因为美国人他也知道 制造业是一个国家的根本 但始终达不到目的 为什么呢 就是金融市场太过于发达了 有人透过金融市场的操作 投机炒作 形成利益分配的布军 你想想看在这种情况之下 还有谁愿意 本本分分的 安分守己的 到工厂里头 或者到田地里头 去从事生产 在这种情况之下 对不对 而今始名下乡一耳 只会使一般老百姓 运用你发行的货币政策 互相残害 就是有钱的人去压榨没钱的人 有钱的人可以透过 灵活的金融操作 还有握有的大量的流动性能 获取更大的这种利益 反应在美国的通货膨胀 外面一个替大家找了一个资料 红色的是通货膨胀率 百分之三的目标 就是美国联准会 希望在明年底之前 把通货膨胀率降到百分之三 那上面有四条线 这四条线分别是灰色的 是现在实质上 美国通货膨胀率的表现 那蓝色的 红色的 绿色的 分别代表了 去年10月 11月 还有今年1月份 大家对于通货膨胀率的预测 结果发现 这个实际的通货膨胀率 超过了预测 而且预测的频度 或者通货膨胀率是 一个月比一个月还高 这就凸显了一个现象 就是通货膨胀率逐渐的run away 什么叫run away呢 就是拉里桑莫斯 形容美国联准会 如果没办法 及时采取必要的措施 抑制通货膨胀率的话 就会出现run away 就是通货膨胀出走了 失控的这种意思 今天早上外民哥 又看到一个新闻 就是桥水公司的创败人 拉里欧 他又提出了一个观点 这个对拜登来讲 等于是当头棒喝 他认为美国的通货膨胀 已经由结构性的通货膨胀 就是拉里桑莫斯所讲的 结构性的通货膨胀 进入到停滞性的通货膨胀 最可怕的就是stakefrashing stakefrashing就是停滞性通货膨胀 一方面出现了剧烈的通货膨胀 另外一方面又出现了经济的衰退 老百姓的痛苦指数 就会不断地升高 这个达里欧他怎么讲呢 他的英文是这样 we experience the bigger lurch lurch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大幅度的 快速的 激进的 forward 就是我们之前的货币政策 是一个 bigger lurch forward 翻成中文来讲 就是大要进的意思 那现在呢 and are now 就是现在呢 又经历了一个 一个prince什么呢 bigger lurch backward 又反过来 从大要进变成一个大撤退 这个就是中国人讲的 你过去呢 有多高兴呢 现在就有多痛苦 过去的市场 涨得有多凶呢 现在就跌得有多凶 过去呢 那么股票涨你赚得多高兴呢 现在股票跌呢 你就有多悲哀 这个管子里面 他曾经讲过一句话 碎四美 就是碰到丰年的时候 丰收好的时候 则四条无语 而苟至食人食 丰收的时候啊 这个物资太多了 粮食太多了 卖不了多少钱 那么人呢 吃的食物还可以给狗吃 就是物资太充裕了 狗都可以吃人吃的东西 那碎四胸 那碰到呢 饥荒的时候呢 则四敌腐十强 那因为粮食短缺呢 你卖一锅的粮食呢 要用十串钱 那就非常非常的贵 而盗有恶民 即使粮食价格这么贵 但是呢还不够吃 那就会出现呢 鸡民四散的这种情况之下 老百姓在家里吃不饱了 就跑出去要换嘛 所以盗有鸡民 然则其囊力固不足 而食固不沾野灾 这种现象呢 是土壤的生产力不够吗 或者说食物不足的原因吗 管子认为不是这个原因的 他认为呢 服务网税之条件 苟至食人食 固来税之民不足也 那就是过去呢 在粮食收获太多的时候呢 你出现了大规模的浪费 那个时候没有把粮食呢 进行必要的收购跟储存 达到平易市场的功能 那么换来的结果呢 就是灾年的时候呢 你没有办法满足老百姓的 基本需求 其实管子讲的这个话 跟达里欧讲的话是相符的 就是任何的经济政策 都取得一个平衡 你不能够为了满足华尔街 那些金融巨额 希望在资本上 获取大量红利的这种需要呢 就无限度的量化宽松 进入这个所谓 Bigger Lurch for Water 采取这种大要进的这种措施 那美国现在面临着什么问题呢 达里欧认为 美国现在就是希望 能够抑制通货膨胀 而且呢 采取的措施是非常激进的 但这个结果呢 就会造成美国财政的恶化 我们可以看这张图 所显示的 是日本的 德国的 英国的 还美国的十年期公债殖利率 他们现在的这种变化 美国的十年期公债殖利率 现在基本上都维持在 3.3%到3.4%之间 最高的时候 一度达到了3.75% 可以说是所有发达国家中 这个所谓国债殖利率 最高的国家 也反映出美国政府举债的成本 还在不断的上升 在这个结果之下 美国的赤字会进一步的恶化 结果就是出现 大规模的经济衰退 这就是达理由 对于美国经济现象 它基本的解释 就是你现在呢 因为过去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造成了失控的通货膨胀 然后你现在要压住通货膨胀 又不断的升息 造成了美国公债殖利率的上升 增加了财政负担 这个形成了政策的两难 也就是造成停滞性通货膨胀 最重要的原因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